乌龟与鹰 地上的乌龟看见鹰在空中飞翔,心里十分羡慕,便请求鹰教它飞翔。 鹰看了看乌龟,劝告它, 我的朋友,你没有翅膀是无法飞翔的。 但乌龟不肯放弃,苦苦哀求说,只要鹰把它带到空中,它便能飞起来。 鹰挨不过它的肯久久答应了, 鹰抓起乌龟飞到高空,让我将它放开, 乌龟直直地坠落下来,砸在了岩石上被摔得粉身碎骨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那些好高骛远,不切实际的人必定失败。